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条全新的113英里步道 这条步道将连接苏格兰南部的莫法特和博威克 并被预测将为当地旅游业带来一场革命 这个项目得到了2500万英镑的公共资金支持 其中包括来自苏格兰政府的1000万英镑资助 副首相凯特、福布斯和商业部长理查德、洛赫海德 已经亲自造访 显示出政府对于这一项目的重视 这条步道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 更是涉及考古、教育和文化发展的综合性项目 预计在2028年完成后将吸引数十万名游客 并为当地带来数千个工作岗位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将为苏格兰南部的旅游业注入新火力 而在美国 旅游业同样迎来了重大的复苏预期 预计到2026年将迎接9000万名游客 这一趋势将为美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随着签证处理能力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人将能够更快地前往美国 享受这个国家的美食、文化和自然风光 最后 我们将带您探索葡萄牙阿联特儒地区 这片被忽视的美丽土地正因为名人的关注而渐渐受到重视 这里拥有壮观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无与伦比的美食 无疑是未来旅游的热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苏格兰边界的清脆山川中 一条名为特威德目的地的步道即将改写这片土地的旅游版图 从莫法特延伸至博威克 这条113英里的步道不仅是通往自然美景的桥梁 更是一场旅游革命的续曲 苏格兰政府慷慨地为这一项目注资2500万英镑 契机它能引领当地经济踏上新的黄金时代 苏格兰副首相凯特、福布斯和商业部长理查德、洛赫海德的清零鼓舞 让这个多功能步道的未来更加明亮 它们的到来不仅仅为该地区的旅游业注入信心 更引发了当地企业的积极响应 从骑行者到越野跑者 这条步道正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运动爱好者 福布斯女士在就梅尔罗斯的访问中强调 这不仅是一个旅游计划 更是一个提升和保护当地自然资源的契机 她呼吁 这种旅游增长必须要伴随着对当地社区的投资 以确保基础设施和住房的供应 在格伦特里斯山地自行车中心上方的新度假开发项目中 洛赫海德见证了这个地区的旅游潜力 这里的56个小木屋 总计2000万英镑的投资 象征着旅游业的新篇章 曾经在UCI世界自行车锦标赛中亮相的格伦特里斯 正是苏格兰的骑行天堂 这里的森林假日开发项目 创造了25个永久性工作岗位 而当地的自然美景也让这个地方成为国际山地自行车赛事的首选 而在另一端的大西洋彼岸 美国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旅游惊喜 根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预测 到2026年 美国将吸引9000万名游客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 象征着旅游市场从疫情中强势复苏 美国政府不仅加速了签证的处理速度 还在积极筹备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这些全球盛事将成为吸引游客的强大磁铁 推动美国旅游业的进一步繁荣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指出 旅游业不仅是文化的交流 更是经济的支柱 如今 旅游和观光已经支持了近10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 并为经济活动带来了2.3万亿美元的贡献 随着对美国签证需求的飙升 政府也在不断探索创新方案 简化签证流程 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潮 这样的努力 不仅是对游客的承诺 也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而在遥远的欧洲西南端 葡萄牙的阿联特鲁地区 则悄然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这片被誉为葡萄牙的汉普顿的土地 因为哈利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青睐而成为焦点 这里的广袤平原上 橡树林间的黑猪悠然自得 古老的村庄和罗马遗迹 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在这里 你能找到最纯粹的葡萄牙风情 阿联特鲁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壮美的自然风光 还在于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美食 从康布尔塔的翠绿稻田 到蒙萨雷斯的地毯工艺 这里的工匠们 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手艺 尤其是当地的红酒和美食 让人垂涎欲低 这里的料理简单而朴实 主要依赖于田野和森林的丰饶 而阿联特鲁的红酒 更是以浓郁著称 让每一位访客 都能在这里找到生活的美好 在阿联特鲁 小镇埃伍拉的罗马神庙 16世纪的水稻桥 以及骷髅教堂等 不容错过的景点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而那些白色的小村庄 如蒙萨雷斯 则以其中世纪风格吸引着游客 这里的房屋通常是白色的 配有蓝色的装饰 据说可以屈鞋 屋顶上高高的烟囱 则用来熏制当地的火腿 阿联特鲁的手工艺品 也相当出色 这里的木制家具 陶器和地毯 都充满了当地特色 无论是在苏格兰的绿野仙 踪踪漫步 还是穿越美国 体验热情的文化 亦或是在葡萄牙的 阿联特鲁漫品人生的美味 这些旅游热点正以不同的方式 为全球旅行者们 铺开动人的画卷 每一个行程的背后 不仅是对自然和文化的探索 更是对人类心灵的一次丰富之旅 随着疫情阴霾的逐渐消散 旅游业正迎来它的新一轮繁荣 而这些目的地 正是其蓬勃发展的最佳见证 随着步伐的迈进 旅行者将在这些美丽的土地上 编织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步道是一种为徒步旅行 行走或骑行设计的路径或路线 步道可以穿过自然环境 城市区域或者乡村地带 通常用于休闲 健身 观光 以及户外探险等活动 步道的设计和建设 需要考虑到地形、环保以及使用者的安全和便利性 步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丰富的多样性 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 步道网络常有国家公园、州立公园以及地方政府管理 部分步道还跨越多个州或省份 阿巴拉契亚步道和太平洋山脊步道 是北美著名的长距离步道 吸引了大量徒步爱好者 欧洲的步道系统则更加密集和多样化 如阿尔卑斯山的步道网络和西班牙的朝圣之路 步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旅途 早期的步道多用于宗教朝圣、贸易往来或军事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步道逐渐成为休闲和锻炼的途径 20世纪以来 随着健康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升 步道系统的建设和维护逐渐收到关注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政策来支持步道的开发与保护 现代步道的设计通常考虑到环保可持续性 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步道建设会被限制在特定区域并且使用环保材料 例如 有些步道采用木栈道或石板路 以减少对土壤和植被的影响 此外 标示牌和信息亭常常被设置在关键位置 以帮助使用者导航 并提供关于当地生态系统的信息 步道对于公共健康也有积极的影响 通过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场所 步道鼓励人们进行户外活动 如步行、跑步、骑行等 这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 此外 步道可以促进心理健康 因为接触自然环境 被证明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 在城市和乡村规划中 步道被视为重要的基础设施 它们不仅连接了不同的社区和景点 还增加了交通的多样性 减少了对汽车的依赖 这对于城市减轻交通压力和改善空气质量 具有积极意义 部分步道还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 沿途可能包含历史遗址 文化地标和自然景观 例如英国的长途步道哈德良长城步道 变沿着古罗马修建的哈德良长城延伸 徒步者可以在旅途中体验到丰富的历史文化 步道的发展和管理也面临一些挑战 随着使用者数量的增加 步道可能会面临过度使用和环境退化的问题 因此 管理部门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 来平衡步道的使用和保护 此外 步道的安全性和维护也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变化或极端气候 事件频发的地区 总体而言 步道不仅是一个工人们休闲和锻炼的场所 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 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提供了健康、环保和文化多样性相结合的体验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